更圖四個漫畫、影片 用來引導學生破解煙品與電子煙的迷思及各種行銷伎俩 了解煙品對身體的危害而勇敢拒煙 這是國建署吸收專家學者合作 編制的國小高年級學生煙害防治教材教學包 培養學童具備煙害防治知識、能力與態度 我們建署署及教育部的國教署 即將在全省的各個國小 來對於高年級的學生啟動煙害防治的教學 讓大家知道對於青少年的保護 是我們煙害防治最重要的工作 可是近年來我們的煙商就用總統行銷的手法 以青少年為目標 希望在他們人生的早期就開始建立各類的煙品 或者是內煙品 因此對於青少年 他們在煙害防治、智能的提升 以及他取煙能力的加強 都會是人屬及教育部共同努力的目標 但我們在過去已經針對了高中生以及國中生 研發了各種的教學的教材 那現在在今年開始 我們就委託了國內著名的出版社 就是九樂文創 以及教育部所推薦的專家們組成了團隊 那共同研發出這一本是針對國小高年級的一個教學幫 一本教師手冊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煙害教育的向下打根 能夠讓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公 能夠更有能力 在他們的人生的過程當中 來拒絕煙害對於健康的毀害 在教育的論文上 吳萬聰老師帶著學生 從認知情意技能這三個方面來發展 從認知的經驗到願意 不使用願意花花到確不確的能夠實踐 不使用力 而且這個都是我們教育或是需要一直努力的目標 這算是第二屆 也要跟多月做的 那今天非常抱歉 這個我們國慶祖跟我們的主體健部長團發展成這樣一個教材教案效法 然後讓我們的學生能夠在認知情意技能方面能夠落實 然後把這個聚菸包括電子菸的所有的聚菸長室 願意聚菸 落實聚菸 第一個單元會從傳統的菸品介紹起 那它的一個對我們身體的危害 以及我們怎麼樣來了解這些 從傳統菸品到金星菸菸或者是類菸菸等等這些 在第二個單元 那第三個單元 剛剛我們主密有提到 我們怎麼樣來迎變這些菸商 他們要促銷的這些技巧 那我們在第三單元就教老孩子批判思考這樣的一個步驟 以及這樣的一個能力 那第四個單元就是具體的技巧 怎麼樣在同償或者是相關的其他人 在提供菸品的時候我如何來拒絕 那第五單元就進而能夠影響自己的家人 在家庭裡面針對有吸菸習慣的家人 大多數吸菸者是從兒童或青少年開始接觸 並未意識到吸菸的風險和尼古丁的誠意性 教材透過生動的影片趣味設計 引領學子認識傳統菸品對吸菸者自身及他人的危害 擁有批判性思考察覺並展現自我肯定的拒絕態度 那我這一次很高興國劍署以及昆煌瑜教授可以邀請我們來共同參與這個課程的開發 那剛開始在開發這個課程的時候我們發現說只有10分鐘短短的時間 要怎麼樣進行課程是非常困難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團隊大家合作之下我們分工合作 然後各個人負責他的一個單元的教材 然後我們在這個好幾次的會議當中我們就設計出來這套課程 那每個人負責的部分都不一樣 那像我負責的部分就是倡議的部分第五單元 然後我們在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讓孩子如何去學習倡議 然後將我們以學生為學習中心導向 然後用素養導向的教學 然後融入了我們的影片動畫影片 然後後面有四個漫畫 然後最後面做一個倡議的學習單 那我們都用很簡單的方式來讓學生去學習 在短短的課程中 我除了了解到吸菸對身體的危害 要拒絕菸品的誘惑 也學到一個有同理心的向他人倡議戒菸的好處 十分充實 因為課程中有影片有活動還有課後學習單 讓我更有動機學習 雖然教學時間很短 但透過影片讓我知道吸菸的很可怕 也更加了解如何遠離煙害 和同理吸菸者的心令我意向殺客 《煙害防治法》今年3月22號修正施行 除了全面禁止電子煙之類的煙品 並將禁止吸菸年齡提高至20歲 擴大禁菸市內外公共場所 國監署呼籲一起向菸收布保護兒少免於煙害 HDUV 記者瓮軍 台北報導